第八場是3班1650米 其實我也是選擇上星期的4隻馬 因為清雲了這隻馬 雖然加了一些實力馬 但我也是称先那4隻 4號的超錯上星期是頗重心的馬 今次由12檔變成6檔 我覺得機會大大提升 99倍那次追上來都說過 追成是非常厲害的 應該是贏了,發揮得好一點 上次跟上次說的一樣 貝力士肯花時間去操 或者霍利士肯給你這樣操 你看看,貝力士一直沒有掉過 這些馬肯扔這麼多的心機 這次贏不到,至少三甲 一定能給你那些 可以安心拿來做馬膽 雖然人比較弱 但看來這些舉動 戰意非常鮮明 7號的陽明高高 指定第二 這次12檔 可能看下第二步沒得住 但這隻馬真的非常忠心 上場都是叮噹碼頭 僅僅輸給你,通常是很強的那隻 勤得兼備 都沒什麼跑錯 那 外檔應該能夠克服 上次也試過外檔跑 那 都是二三名之間 配的一定是越能 最簡直是2號的翡翠福星 減了很久的分 對上一win 就是上季的日賽 爆了那波 楊明良跑 那 落到三班 是差不多反彈的 對比回那場 當時贏馬那場 他是... 81分 現在減到69分 落到三班 其實就是 要贏馬可能要有一流的形勢 但 就是 設置一些位置 就不時都有的 上次也開始跑近了 在馬林中間衝上來 上次也有說過 這些就是 留意著馬 看哪場得比較好 到時再選 但是這些馬開始 就要跟著 10號的狂舞派 今季就不急著出的 粗好了 試兩顆雜先來 上季1650 1800 也是這樣跑得很近 上季最一場就有輸比勇敢傳說 那 都跑得很好的 那場 1800 就不急於 出來 粗好了 小小小小 才出 有個好檔 這次變成 蔡明少 跑慣跑縮 這些馬 就是 不能急服 忽視 頭四選 一定要扔著 那這場 選完這四隻 可能是精神威 有過一次 1650米經驗 但這次 就是外檔 看看他怎麼跑 又是潘頓選騎 要留意著 8號的一鍵輕心 潘頓 這隻擺蘇少輝上去 預期會有點飛 但上場是四班 贏 是賺了一些慢步速 上來三班 就下風些少 總之 總之這場 最重心就是 4號的超翠 配角就是 7號的陽明高高 2號的翡翠福星 和10號的狂武派 好